日本共同党政策略 釋放劉曉波 結束一黨專政 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劉曉波 《明目遇行》開探雜誌 《真面雜誌》 以及他的基本哲學和政治的絕作 可以這樣說,二十多年劉曉波幫助了我 更加認識中國,中國往何處去 劉曉波曾經說過,中國的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民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共這個獨裁邪惡的政權 它是不會珍惜我們的劉曉波 這個有良心、良知的知識分子 這位天主教徒,除了和大家一起去中聯辦,請願抗議 我都會為劉曉波祈禱 今次找來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今晚合辦單位,都有些基督徒、天主教徒的兄弟姊妹 譚偉強,是成員來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天主教就是哈利路亞 今次感謝主 為何我們要感謝主?就是正位的朋友 站在天主的角度,為何要釋放劉曉波? 都要講這些問題 沒錯 第一樣來講,講人權,講所有有權 人是天主的超像 天主要教他的超像就是造成的 人是珍貴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珍貴 每一個人的專員都是珍貴 每一個人有他的自由 去講他心裏的認為對的價值 現在林曉波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 他是付了很多大的努力 我自己在六四之前已經讀他的文章 為我自己來講 這二十幾年他都幫助我更加認識中國 更加特別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何處去 作為教會的成員 我覺得這件事來講是不公義的 教會,特別是我們書記 曾經講過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是要維持公義 輔助弱小 在中國來講,劉曉波是否弱小呢? 絕對是弱小 還有不知道你會否介意我問一下問題 你講一下之前書記,當然是陳書記 講過人權等等,要輔助弱勢 但是現在會否天主教換了香港區的主教之後 會否變成我們講的比較低調了 或者是沒有那麼夠膽出聲 聖經裡面講一下,高調 我想你們兩個兄弟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沒錯 天弟節目 我們叫做訓導篇,你們叫做傳導書 高調有時,低調有時 天主教教會,或者無論是基督教教會 我相信他們的價值觀都是耶穌基督教訓 天主教是一個社會的訓導 教會的參與社會,關於社會 不是一個主教,或者一份書記 我想應該是跟耶穌的道路 耶穌叫我們要愛人等於愛天主 我想教會的立場是有百多年的社會的訓導 有它的價值觀,有它的社會倫理 我相信誰做主教,如果他是跟耶穌基督的訓導 在公義面前,正義和和平面前,或者人愛面前 我想他應該是跟耶穌基督教導 我們不如說說,如何可以在教會推行這種社會關懷 社會公義 如果在教會來說,你發覺它在十年前已經有關社組 雖然關社組的意思就是關心社會 特別是在教會強組的先知覺識 在窗戶一個社會的價值觀 特別是在香港現時的社會 大家都知道貧富懸殊是世界之冠 第一名,貧富懸殊 GDP也很前 我們教會是,不論是基督教會 都說是中產,很難搞關懷 我想你們節目都講過 因為在既得利益者的想法去想 但我們要反省一下 其實現時我們兄弟姊妹的中產 簡單說收入 為什麼是中產呢? 我想我們身邊的兄弟姊妹 他們家庭都不是中產的 是比較群群 他們在天主教基督教 包括我家都是在天主教基督教讀書 受了教育的培育 但是現時的天主教徒 或者基督教、天主教 感不感恩呢? 我們大家有眼看 有人說我們的高官 是有七成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但是他們做過些什麼呢? 大家有眼看 其實我們都很慚愧 他們都是我們的弟姊姊妹 很多高官都是弟姊姊妹 但是他們這樣令我們更加慚愧 我們慚愧之外 我們應該有個希望 因為如果一情信耶穌基督的人 他應該就有基督的道路 我們教會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 是應該在聖神或者聖靈的身上 我們希望有明天 我有一個教學家庭的說話 to be is possible 即是要有明天 我們就有希望 我聽到你這樣說 我都有這樣疑法 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說 這些八十下很激 但怎樣都激不過 一些助就違約 一些有權有勢的人 去欺負弱勢 這些就是重激 而一些人可以啞引不出聲 這些就是重激 是吧 即是可以這樣連人性都違反 剛才我想感恩就是講過 聖經上面講過 耶穌節十個禮拜 大家都知道 耶穌節十個禮拜 耶穌節十個禮拜 如果我們相信有審判 我想每個人都會面對 將來的審判 是吧 謝謝你 謝謝弟兄 你一個理想永遠地沉迷 悠悠長長雞 著前看不懂去驚討 經經激激痛痛 站去不必多看他 包括沉沉著的人 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 排落真心亦已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吧 無論與執我打 自由應是會害怕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看不了的留下了 不死意識 心心相信始終會變真 某年某席 有此信息 仍賴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勁將 借你相繼續再尋命 悠悠長長雞 足前看不懂去驚討 經激激激激痛痛 站去不激多汗他 包括沉沉著的人 分勝錯分明識太多 真心亦已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吧 無論與執我打 自由應是會害怕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你不死在你 無論如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